你知道蝙蝠侠为了打败超人 都做了哪些准备 制作了哪些武器吗 电影蝙蝠侠大战超人 是延续了超人钢铁支区里 超人合作德将军的大都会之战后所展开的故事 因为这次战斗不仅毁了许多城市里的建筑 让许多市民都遭到了波及 而且在这些倒塌的建筑物中 还有蝙蝠侠的维恩大厦 目睹这一切的蝙蝠侠也感受到了超人力量的强大 他也因此觉得超人的存在会是一个潜在威胁 再加上莱克斯卢斯的挑拨 最终蝙蝠侠选择主动出击 消除超人这个威胁 他和超人的战斗也正式打响 在这场战斗里 蝙蝠侠凭借着自己研制的装备 差点就将超人击杀 接下来就看看蝙蝠侠在和超人的战斗中 都研制了哪些武器装备吧 装备一 反超人战甲 反超人战甲也被称为外骨盒超级战甲 这是一套专门为了与超人战斗设计的战甲 战甲使用了特殊的金属材料打造 看起来非常的厚重 这套战甲加强了蝙蝠侠的力量 让蝙蝠侠在超人贝克心事削弱之后 靠着战甲的加持 直接暴揍了超人 并且还利用扎钩将超人扎起来甩飞 而且战甲的厚重也提高了防御力 让蝙蝠侠能够抵御住超人的攻击 在战甲眼部的特殊装置 不仅能分析超人的动作和进攻方式 还具有意识功能 让蝙蝠侠能够在光线稀少的地方作战 装备二 刻石榴弹 刻石榴弹是蝙蝠侠对克星石进行研究之后 将克星石作为主要材料 制作出针对超人的特殊弹样 这个刻石榴弹是通过一把40毫米的榴弹发射器发射 当刻石榴弹发射出去之后 就会自动炸开释放出刻石气体 当超人吸入这些气体之后 在一分钟内会变得异常虚弱 这种状态下的超人 无论是力量还是防御力都大大减弱 蝙蝠侠也就是通过刻石榴弹削弱超人之后 趁着超人虚弱暴打超人 这个刻石榴弹 也能削弱具有克星人基因的毁灭日 装备三 刻石长矛 刻石长矛在外观上跟普通的长矛一样 不同的是长矛的末端 是经过改造之后尖锐且锋利的克星石 这是一把能够给超人造成实质性伤害的武器 当超人靠近他时 就会受其影响变得无比虚弱 蝙蝠侠在与超人的战斗中 曾有机会利用刻石长矛击杀超人 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做 而在电影的最后 这把武器也成为了击杀毁灭日的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 刻石长矛的长底 是罗宾曾使用过的武器 装备四 千粉烟雾弹 千粉烟雾弹的效果跟普通的烟雾弹效果一样 主要就是为了平地实现 只不过因为超人的透视无法看透千这种金属 所以蝙蝠侠就将烟雾弹的主要材料改成了千 以上就是蝙蝠侠为了打败超人专门研制的武器装备 除了这些武器装备 蝙蝠侠在战斗的地方 还特意安装了超声波干扰器 以及多架自动瞄准的加特林机关枪 此外 在战斗中蝙蝠侠还使用了他常用的抓钩 除了武器装备之外 蝙蝠侠为了打败超人 也专门做了训练增强了自己的力量 以及在战斗前 观看了超人合作的将军战斗师的影像 研究了超人的攻击方式